新画的山 新画的水 新画的妹子柔似水 镇上的酒 龙宫的豆 白细的豆腐前龙花 凤娇的花 曲家园的茶 紫绝绝的梯田美如画 画面中正唱着自己原创歌谣的 是85号女导游刘璇 来自湖南新画的她通过拍摄 以湖南文旅为主题的歌谣短视频走红网络 凭借朗朗上口的歌词 魔性的节奏和亲和的微笑 其短视频账号收获了160多万点赞 和数千万播放量 许多人表示 通过这些歌谣 她们了解了不少湖南特色文化 更有网友夸赞她为新画才女 刘璇介绍 她从事导游工作已经14年 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时 总是不遗余力地向她们介绍家乡 从风景名胜 人文历史 到小吃特产 都能信手拈来 2022年 她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 用于记录工作和生活 一次突发奇想 她将地方美食美景和风俗人情编成押韵的歌词 用接地气的方式推介家乡 收获了大批粉丝 刘璇说 网友们的喜爱是自己创作的动力 与他们互动交流也是她推介家乡的重要方式 就是我有创作一首楼底之歌的时候呢 我写了一句话叫 湖南的童子破天荒 当时就有很多的网友在评论区就问我 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啊 在我们湖南楼底这个地方 在宋朝的时候 曾经出了一个神童叫贺德英 然后她呢 是三次比赛都拿了个第一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天才 所以就是因为跟网友的这些互动啊 让人家知道 原来我们在家乡曾经出过这么牛的人物啊 就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的意思 有了成功尝试 刘璇又先后创作了 常德 永州 少阳等地的文旅推荐歌谣 作品中展现的热情和专业 让许多来自线上的游客开始联系她 从一开始询问旅游攻略 到现在无条件信任她的推荐 通过我这条视频 去到我们这个新景点去旅游 最后我这条视频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造成了国庆节当天那条 去那个景点的路啊 全部都堵住 让景点爆火 订房都订不到了 就一条视频 刘璇告诉记者 创作歌谣并不容易 歌词要顺口押韵 通俗易懂 还要准确体现当地特色 每个字都得反复推敲 她每天至少会花两个小时进行创作 笔记写了一落又一落 她表示 未来将坚持视频创新 不断精进剪辑技巧 吸引更多游客来到湖南 我们湖南嘛 有14个市周 然后我就希望 然后把我们市周 每个特色的东西都编成一首歌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了解我们湖南 让人家知道我们湖南 不仅只有张家界 凤凰旅游这些景点 还有淮华呀 楼底呀 这种少阳 这种其他一些旅游城市 都非常的不错 这次今年我这次应该行为了 我们下期уг子 我们下期限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